好啦 每個人 每個人 在那個 相綁 可能對我來講 對 好 對 我不知道你們看的感覺如何 但我覺得每個人 每個人 其實沒有什麼對過錯啦 但我覺得你們可以分享一下 你看的感覺是什麼 好不好 就從先帝這邊開始 先帝 我看完我覺得 其實生命很短暫 然後我覺得其實 有時候會覺得自己好渺小 然後會覺得 嗯 我們到底要把握什麼東西 然後我覺得 常常有時候都忙 忙於自己的東西 忙於自己的工作 或忙於自己的部分 然後都會忽略到別人的感受 然後我覺得 我要更抓住那個關係吧 不論是家人啊 朋友啊 同學啊 或者是老師之類 我覺得關係的重要 我覺得在這個 看上這部片的提醒 自己吧 嗯 關係的重要 好 開始 沒有 其實我覺得裡面他講到很多那種人生的細節 比如說我們其實常常會很流調 其實像他在講他爸爸的部分就是 他就是一個沒有愛在流動的人 所以他就是 我覺得在那 他 就是他死亡的那一刻 他是非常恐懼跟不大 我覺得那個感覺就是 嗯 怎麼講有點像地獄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有時候人 人有時候會選擇 他其實是有選擇的 就是你要不要讓你的心 活在一個地獄般的一個地方 跟你要選擇起來 然後就省著手起來 這是 這是一個選擇 可是當我們沒有發現這個選擇的時候 往往我們就會那樣子就生活過去 所以我覺得很多的細節 然後最好就是可以敲感看 因為我覺得有很多東西會忘記 他裡面真的就是有很多 像是講到對待生命的這件事情 他剛剛也提到就是24小時裡面 就如果我們真的只剩24小時 那感覺上我們似乎就會怎麼講 那一天就會過了特別積極 然後特別的豐盛 但我們不可能每天都這樣 因為我們的能量有限 我們也沒有那麼的穩定 所以如果能夠常常把 常常把他裡面的一些細節記下來的話 就像一個導師的話我覺得很好 對 但是我已經有點 對 開始以往 我覺得就是 學習去表達自己心裡面的感受 對 很多時候可能我們就是 可能自尊嗎還是什麼 就是會沒有辦法 就是去表達心裡面真實的感受 然後我覺得 他剛剛講到那個24小時你會做什麼 然後我覺得剛剛那個片子裡面 其實那個老師他 他的那個20小時其實非常簡單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也提醒我 我覺得就是其實我們生活 要保持那個純度 就是簡單跟那個淡純 就是其實那你是 那可以滿足 就是很簡單 可是可以滿足你 可以滿足很多 而不是可能我們需要世界的很多面 我們需要抓住很多東西 可是其實我們心裡一直空著 對 所以就是簡單的好 單純這樣 嗯 對 你這樣啞 蛤 有可以補充嗎 蛤 時間已經流轉到他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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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甚至也沒有辦法知道那個感受是什麼樣子的形狀 是愛的形狀嗎 還是嫉妒的形狀 還是生氣的形狀 就是我覺得那是一個需要勇氣跟一個 就是一個重新面對自己的機會 對 講感受之前你要必必必必必先能夠面對自己的脆弱 對 好 不好意思 開始 在影片看到那個 有可能 有時候會 拍卡還是空心 會 藉著一些其他事情去透明那些 本來就有興趣所有的東西 然後 好 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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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嗎 沒有的把他丟 好 很好勒 因為電梯都能更好吃 太有意思 這樣還是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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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想想這樣 可以跟橡皮筋一樣 讓你朋友們 想做的事情 想做事情 想做事情 跟 你不得不做 就是 你以為 你以為 你必須要訓練 你一定要做的事情 但是東西拿那個拉扯 因為我們的生命當中 就是要經歷這個 羈肘 這個狀態 但是就是在進入這個 狀況 我們在尋找一個平衡的地方 很值得 他問到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生活是你所想要的 這一直是我們一直在思考 我覺得剛剛影片當中我看到就是 因為他就是不知道到底他哪一天會死 所以他把每一天都看成最後一天 然後就是想說到底有什麼事情是他會後悔的 那我覺得他說你就會去原諒嗎 還是你就會多去愛這樣子 那我覺得好像我們都會覺得好像 死亡好像是老人的專利 但其實也不是這樣 然後我就以為自己時間很頂 那我覺得好像可以換一個角度去想 就是要珍惜每一天嘛 然後再能夠就是每一天能夠去 可以就是做 也就是去想他說有沒有什麼事情會讓你後悔 還是 還可以去做什麼這樣子 所以可以更 可以提醒自己然後去 做更多的事情 不要虛度光陰這樣子 同樣地方 要決定 已經改成… 覺得的話 請 tsunamis 還喜愛